下午餐 中午餐 中午餐 小便餐 內餐 中午餐 那邊 這裏是空鏡 的,超棒 我們在華桂 炒熊 因为白头佬炒红了 很多人说吃不到东西 我们尽量多点 今天有小队出发 我们去中山七、中山八 去玩好东西 平时马上踩单车 今天就去探望大家 如果不好吃就不好吃 如果不好吃的话,大家就可以分流了 真的,我们上次回去 他不出声 死不死 给你炒粉 快走 有些可能是新餐厅 白头佬也是新餐厅 只不过他们的师傅 已经做了很多年 这些餐厅值得去试一试 有些人说 不知开几年 也不太好 但人们炒了几十年 我们去对面看看军城 好 你这么看那三个字 就像《信法美法》 好像《信法美食》 很小 很少认评论 很少认识 不过这个草米线 看起来好像很乾燥燥 没什么特别 这个牛河 真的不多 好似 算吧 试一试 因为我没试过 不敢说 阿伦也来买 哈哈 过来杨威廟隔壁 在我宅那里 是春水站 在下面坐 哪一间是哪一间 那一面呢 那一面呢 那一面不同 那一面是隔壁的 那是十味茶几 那是春水站 这些人怎么办 这不是同一间餐厅 现在你再给点时间 我们再做吧 开阳会比较舒服 很漂亮 很多美女 那就好了 是吗 可以 明白 哦 明白 好几间 现在是最棒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超棒 这些产品宅焗的都可以 炒菜超棒 啤酒好喝 香煎黄花鱼 香煎黄花鱼 好 这个熟客就说 他以前在星级酒店做大厨 的 说实话叫白烧鹅 白烧鹅 白烧鹅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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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饭 那些 在后厨那里 看一看它的功能 我们想拍摄画面 但不错 出去吃 OK 没问题 我们试一下 你不要拍我 脏子 不要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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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七六八个菜 两块 两块水 两块水 差不多 两块 两块 这个蛋炒面 它用了一些 青 豆芽 这个外面是少见少许的 好吃 它的面 刚刚浸得是刚刚够时间 硬硬的 不是软的 好吃 一个师傅可以 嗯 很有彈性 这个面 味道很软 很软 豆芽 绝对有帮助 它的豆芽 比较清香 然后还好 它不会生 这种感觉 其实真的可以 这个面 可以 但我很喜欢它 很多豆芽 它这里的炒面 真的开了我 我很喜欢炒面 因为我很不喜欢炒面 会浸得淋 炒面 它会硬 它会硬 一点 没有浸得很松 我想是它特别硬 我想是它特别硬 我想说的 辣椒 就不算是 特别既然 因为它是 咸 一些香 和辣的感觉 但是我欣赏它 这个炒面 它的豆芽 可宜 它是绿豆芽 外面不是很多人 用这种豆芽 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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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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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不吃到 炒面 我经常看你的节目 平常我不喜欢吃粥粉面 因为你吃 你来 谢谢 谢谢 这个采访的方式很新鸣 很新鸣 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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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一层 薄的地方 煎得很酥 真的很酥 真的很酥 里面暖的地方 里面是很暖的 但是 这条鱼 刚才说 没有什么味道 之前我们用盐 去炒面 如果是香煎的话,直接用鱼油去吃的味道 是很棒的 这里就会给你这个芥末 这个牛肉就是原味 当然,库林的粉会比较滑 这个相比库林的白炸牛肉的话,它没有那么滑 但是,它也比较薄 也比较薄 你干什么? 没有 在上面也行 对,对 我们发觉,在上面的就餐氛围更加优秀 所以我们决定在下面的房间搬到上面 谢谢 拜拜 谢谢 这个鸡肉有点咸 真的好咸 咸不咸 其实我说是挺香的 咸不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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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很香 总之是觉得 它相对来说,它是新鲜一点 它的肉不是那么深色的 之前我们吃的椒盐 又或者是滷水的 都是放了很久的感觉 其实它不是这个 它是虾油 跟外面有点区别 又是自己的配 我自己热 自己热 自己热 自己买新鲜的 对 油温一定要很滑 油温一定要很滑 很滑 就是大滑 就是为了迫水 快速迫水 如果油温不够高 就等于里面的水 始终流入了水 水保持在肉中 炒面为何会这样炒? 浸是最关键 浸是最关键的 特别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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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是软的 它就没有光彩 不够高 还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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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特别是压力 所以特别是压力 就是这种压力 这个压力 哈哈哈哈 这个面是26元吗? 18元 18元 炒死它 哈哈哈哈 炒死它 这个炒面 不是,我没问题 因为我做了差不多 我就 拉走 哈哈哈哈 虽然今天的行程 我们换了几个地方 但最后落脚的地方 又有点可以的 并不是每个菜都很好吃 但是有几个菜 印象真的很深刻 很棒 当然我们都会继续 努力发掘类似的店 其实每间小店 都会有几个菜 很有特色 外面是没有的 我们就着重 很欣赏那些细节 出味道的地方 希望这个都适合你们 暂时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是炒面 这个炒面 在北的程度是 外面真的很好吃 炒面真的很好吃 我可以救的了 哪怕以后其他东西不好吃 我以后都会过来吃炒面 就言人你便宜了 那个炒面 那不能再来吃炒面 ホスト 我可以救你 我可以救你 我要一个小孩 我可以救你 是方便